有福之人不必忙 无福之人跑断肠 人若有福万事皆顺 家若有福好事临门 一个家庭的福气都有预兆 家中不动这三样 福气临门家兴旺 看看你家有几样 一个家庭最顶级的福气 就是和谐的氛围 家中动怒的人越多 怒气越盛 灾难就越多 比如下面要说的 这一场家庭争吵 所带给他们的灾难 事情发生在2015年的1月份 本来是一个平静的夜晚 但是这一切都被一阵打斗声给打破 打斗声是从黄震雷家中的 厨房传出来的 随后黄震雷便报了警 当警方赶到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惊住了 当医生与警方赶到现场时 眼前的场面令他们不敢想象 厨房的地板上到处都是血迹 黄震雷妻子 卸袖橘的衣服上 胸口上都是血 随后医护人员将黄震雷妻子送上了救护车 只剩黄震雷自己蹲在地上 失声痛哭 警方将还沉浸在悲伤与自责中的黄震雷 带回了警局 询问黄震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黄震雷平静下心情 抬起头来 将这一切都如实告诉了警方 原来黄震雷家的婆媳关系一直不好 自己的母亲是个老顽固 而自己的妻子谢秀菊也是一个直性子 因此婆媳两人在遇到问题时 总会恶语相向 谁都不肯认输 黄震雷在家中更偏向听母亲的话 于是在谢秀菊眼里 黄震雷根本不对自己上心 两人是交往一年后 发现谢秀菊有孕在身 过不得已的情况下 黄震雷和谢秀菊两人奉子成婚 匆匆忙忙开始了带娃的生活 黄震雷家住在上海 工资在当地可谓是中下等 一个月也只有四千元 黄震雷还把这笔钱的一多半交给了他的母亲保管 谢秀菊自己却每月只能分到五百元 婆媳关系彻底崩坏的日子 还是在黄震雷母亲 就阻止拆迁后 那时黄震雷得到了一笔拆迁补偿款 大约有三十万元 但是一向听话的黄震雷 却一下子把钱都交到了母亲手里 这一举动让谢秀菊十分不满 不仅如此 他为了照顾孩子甚至还患上了过忧郁症 从那以后 谢秀菊与自己的婆婆总是动不动就互相不满 但谁也没想到 最后让黄震雷崩溃犯罪的 仅仅是因为一包猪脚 事发当天 黄震雷本来就有点心烦 这边黄震雷母亲刚走 自己的妻子谢秀菊又与自己争执了起来 谢秀菊称自己家的猪脚 就不该被他的母亲擅自送人 但是黄震雷不以为是的太多 却遭到了妻子 一而再再而三地抨击 不仅如此 谢秀菊还把家里的桌子掀了 平平灌灌地碎落一地 随后谢秀菊又去厨房 拿出来了一把水果刀 用以示威 黄震雷一顿呵斥后 谢秀菊才放下手中的刀 但在之后的两人的冲突之中 谢秀菊却如同疯了一般地往上扑 更为过分的是 还要伤害孩子 在那一刻 黄震雷突然被激怒 从而抑制不住自己的冲动 最终 谢秀菊被自己的丈夫亲手送走 而黄震雷也流下了后悔莫及的泪水 若婚后 谢秀菊和婆婆的性格都有所收敛 那么可能婆媳关系 也不会破裂得如此之快 也不会导致这种不幸的发生 良好的家庭关系 是一个人幸福的保障 而维护家庭关系 离不开每一个家庭成员的付出与忍耐 建一个家千辛万苦 毁一个家却易如反掌 一个家总是有豪华的房子 万贯的家财 也抵不过柔声细语 更能温暖人心 凡是要反求诸己 不要只是责怪他人 责怪家人时 伸出一根手指指向他人 而剩下的手指却都指向了自己 也就是说 当你懂得包容他人的过错时 家人会回馈于你更广阔的包容 有道是 心计佛 佛计心 把自己的心平和下来 先安顿好自己心中的福田 就是安顿好了家的福气 二 不动怨远离祸患 京云 称为毒之根 称灭一切善 称怨是一切灾难祸患的根源 曾经看到过一个新闻 一个男孩上完补习班 和妈妈一起回家 在路上 妈妈都叙叙叨叨地 抱怨手上的东西太多 让孩子帮忙提一下 上了公交车后 妈妈发现少了一袋东西 就一个劲儿抱怨孩子 没看好东西 最后 连车上的人都听不下去了 让妈妈不要再说了 否则报警 下车后 找到袋子的妈妈 嘴巴还不停歇 继续抱怨和指责孩子 这时 孩子再也忍不住了 便打了妈妈 还抓着 路边的护栏杆不肯再走 最后 还是三个警察同时出力 由此可见 一个爱抱怨的母亲 向孩子传递的是负能量 表达的是消极的情绪 表现出来的 是母亲对负面情绪 物加节制 在这样的母亲教育下的孩子 也不会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而一个不会控制情绪的孩子 会在情绪冲动下 做出伤人 伤己的行为 生活在满是怨气的家庭 耳边都是称恨之语 心中必然也会受到负面的暗示 从而只会吸引各种不幸 正如墨子所说 染于苍则苍 染于黄则黄 一块洁白的丝 染青色的染料 就会变成青色 染黄色的染料 就会变成黄色 这就是环境 对人的影响 家中有怨言 更像是一味慢性毒药 日复一日地吞噬着人的能量 直到消耗殆尽 好的家庭 离不开双方的爱与感恩 越是积极正向的家庭 能量场就越温暖 幸福力就越强 家不动怒 心怀感恩 是宇宙间最灵验的妙方 能化解一切苦难祸患 三 无动欲 人心富足 古人云 人心不知足 长逢灾与愁 世间没有不幸福的家庭 只有不知足的家庭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人去沙漠寻宝 可宝藏还没有找到 水却喝光了 就在此时 有神灵现身 并赐给他足够的水 帮他走出沙漠 当他归家时 忽然发现了宝藏 于是他把宝藏装满了口袋 还扛了一大袋 可渐渐地 他体力不支 只好一边走 一边忍痛 扔掉宝藏 眼看着水 就要喝完了 沙漠 却还望不到尽头 终于 他的体力耗尽 渴死在了沙漠里 世间贪婪之人 命最苦 因为心中永远不满足 却永远活在 想象的未来里 越得不到 越挣扎 就会越痛苦 而一个家庭 更是如此 欲望无度的家庭 毁掉的不仅是 父母的人生 更是孩子的未来 常言道 高飞之鸟 亡于贪食 深潭之死 死于香儿 一个家庭之所以 过得痛苦 就是错把欲望 当需要 事实上 零锣绸缎 不过上下一身 美味佳肴 不过一日三餐 高楼大厦 不过卧榻三尺 我们需要的 远没有想象的 那么多 明朝 胡九昭 即便每顿饭 只有菜粥 都会日夜焚香 拜谢天地 他谢的是上天 赐给这个家的 衣食无忧 身体安康 战乱不愁 京云 多欲为苦 生死疲劳 人生没有完美 谁的家庭 都有遗憾 你羡慕别人家的丈夫 工资丰厚 他羡慕你们一家人 其乐融融 你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成绩第一 他羡慕你家孩子 听话懂事 你羡慕别人家的 豪车豪房 他羡慕你们家的 温暖自由 他人的幸福 其实只是 您眼里的一种错觉 毕竟生活 不会以每个人 都喜欢的方式出现 所以说 生活从不缺少幸福 缺的是能够感受幸福的心 一个家有多幸福 不是取决于你家有多少 而是你们有多满足 家不动育 人心富足 福报自来 人生在世 拥有的东西 是属于自己的福气 不珍惜的话 这福气就会失去 不该得到的强求 是祸害 不避开的话 就是把祸招来 善恶随人做 祸福自己招 不该贪的东西 贪了只能走向毁灭 而且是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 只要有前因 必出后果 人的一生 不管所为何事 都是如此的道理 贪是万恶之根 是在人心里 总能不断做祸的源头 人只有自己 管住自己的心 管住自己 贪婪的欲望 不肆意膨胀 不放任它 就不会有所为 人生的效果 也都在这些 无形中的 自我管束中了 人管住自己的心 绝非易事 圣经上说 制服己心的 强如取成 一个人如果能够 管好自己的心 比攻打一座城池都难 可见人要制服自己 内心的贪婪 也并不容易 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 因为管不住自己的贪心 而给自己惹祸 为了自己这一生 能够活得安稳踏实 为了自己的日子 能够真正地过好 还是学会 制服自己的心比较重要 不该贪别人的东西 想都不要去想 只管好自己的心 珍惜自己的拥有 已经足够了 家是每个人的归宿 幸福的家庭 不是求来的 而是靠家人 自己修来的 把家庭经营好 其实就是把自己修好 修一颗感恩知足的心 不抱怨 不计较 心宽 天地宽 家庭 福自来 等待会儿 我们下期 一会儿 互相 今天 先来 这四国 今晚 身边 来